发型视频里面有很多小伙伴夸我发质还不错 其实都是假的 我的发质是属于那种发根非常容易有 而且很贴头皮 但是发尾部分因为我经常染烫 就整个都毛掉了 就是特别毛躁的感觉 但是洗完头之后呢 我的头发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些 关于我自己护发上的小经验 洗头发之前我一定会做的呢 就是先把头发疏通 就是为了来减少掉发 特别是像我这样子头发比较长的女生 一定要先把底部疏通 再慢慢的往上疏 这样可以减少你在疏的时候扯到头发 我手边经常在用的这两瓶功能 会有点不太一样 像这一瓶主要是揉顺发质 明天因为要拍照片 就用这一瓶会让头发看上去更加蓬松的 液发水挤出来之后 也不要直接放在头发上硬搓 最好是拿这种挤泡网之类的工具 打出泡沫之后呢 再上到发尾的部分 先揉搓完发尾之后呢 再把所有的头发放到头顶上面 按摩一下头皮的位置 记得按摩头皮的时候 一定要用指腹 不要用手指直接去抓 这样很容易抓伤我们的头皮部分 冲掉泡沫之后呢 记得发尾部分可以稍微用干毛巾来按压一下 保持到发尾部分基本上不会滴水的状态就可以了 因为我发尾的发质是比较偏干的 而且因为之前的染烫比较频繁 所以发尾的受损 其实说实话是蛮严重的 最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我会用发膜来代替护发素 我最常用的是这个八秒发膜 它的质地还蛮特别的 是这种流动性很强的液体质地 就不会像其他发膜一样 要停留10分钟以上才会有效果 它的吸收速度还是蛮快的 我会先把它倒在发尾的部分 然后揉搓之后 再把所有头发都放到头皮上 因为它是可以用在头皮上 帮助我们改善发质 减少脱发的 所以记住到头皮也是没有关系的 就不用担心说会堵塞毛孔 可以像这样子轻柔打圈 按摩一下头皮和发丝的部分 我自己的习惯呢 一般是按摩半分钟左右 然后去冲掉就可以了 冲掉泡沫之后呢 也是很多人洗头发的一个误区 就是会这样去搓你的头发 这个方法呢 很容易让你的毛鳞片再次的打开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拿一块毛巾 去挤压你头发的水分 用挤压的方法 先吸干部分水分 才是对你头发没有伤害的一个正确用法 还有一点就是吹头发的时候 吹分间里头发的距离要在10厘米以上 可以用手掌来试一下温度 尽量不要用热分来吹干 如果是像我一样 头发特别贴头皮的女生 你在吹头发的时候呢 可以把头发往反方向去剥一剥 一层一层的反方向去吹干这个头发 这样等你吹完全头之后 剥开之后呢 你头顶的位置呢 就是喷起来的 差不多等到发尾吹到这样的一个湿度呢 我先来上一遍精油 精油用到的是这一款 半湿化的状态下呢 上的精油的用量 我一般习惯性是一半左右 然后在手心搓热之后 再去均匀的涂到头发上 重点就是可以照顾一下 像我发尾比较粗糙的这些部分 快速吹干头发之后呢 会再上一点精油 然后这一次精油的用量 差不多就是一半左右 会比之前更少一点点 这样子洗完头发之后 整体的柔顺效果应该还是蛮明显的吧 像我平常日常出门这样子简单做个造型 卷下头发 整体的柔顺度和蓬松度也是完全OK的 感觉和之前的油头少女可以彻底的说拜拜了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